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呢 它的外面呢 是一个框 里面是一个这里做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啊 像一个大一样 大小的大一样呢 是这里做的一个人 这个框就好像是一个陷阱 或者是东窟的一个口 或者呢 是像一种被违约起来的一个围墙 在这个口里面是一个真密 这里做的一个人 意思就是这个人又不小心掉进陕经里面了 或者是东窟里面去了 或者呢 是因为战争被俘虏了 俘虏被关押在里面 或者呢 遭到被人的邪恨把它关押起来了 有的是犯罪 遭到惩罚 宗旨 它是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这个印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因为死了发生之前 已经具备的条件 那就是说 既元印啊 印国啊 等等 所以在佛教当中呢 它有一个印国报印这样的意思 唯有其印 必有其国 这就是前印后果 下面呢 我来把这个字 它的写法来演示和大家一起分享 印这个字在加报本里面 第一口下就这样 一个方块 一个框 里面写了一个大 第一款就写了这样 大就是代表一个人 在加报本里面 它第二款呢 它写了这样子 这个一个是所谓一个比较长发型的一个块 这也是一个人 第三款里面 它就会看到它写着这样子 它里面还是也写了一个人 加报本里面有这样的三款不同的写法 这就是比如说 陷阱啊 或者围墙啊 这个窟窿啊 洞穴啊 这个人掉进去了 关了里面去了 紧闭在里面了 求经了等等嘛 一种情况 紧闻里面 在周朝中期的时候呢 有一款字呢 它写着没有意思 它是这样子写的 这个表示一个人 它这个爬面呢 它是这样子写的 它把这个丁写着这样 好像现在就是一个人分身就是像 用那个绑的 把这个枸杞的样子啊 这是第一款的写法 第二款的写法呢 它写着这样 这是第二款 底下的写法 这是第二款 底下的写法 底下的写法 它这样写 它底下也是一阵一个弧心的 底下的写法 它底下也是一阵一个弧心的 这是底下的写法 它把里面一个人写着这样 这是紧闻的四款写法 这是第一款写的最有意思 所以小端这个字呢 军文这样的 引编个人 小端那个印就写着这样 这个字在绿书里面 它的写法呢 它又是变形 很多的书法家呢 他都喜欢这样的写 里面写了一个公一样的这个字 在史诚被里面 它就写成这样子 这个卡书呢 它是一个小端 这个字 印编个人 卡书它就写成这样 印这个字 它有淫细之意 就是因为有牵引和骨的关系 这个字作为借齿的时刻呢 它还比较是犹豫的 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 今天呢 我们就把印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